订阅观赏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在于兰盆解在于兰这两个字 它有它更深一层的另外一层意思 于兰就是救道玄之苦的意思 解救道玄 解救道玄是什么 就是这个众生 幽民界的众生 他受的苦我们很难想象 所以用这个名词 也很慈悲地来让我们感受几分 他的痛苦就像倒掉起来一样的 立刻就把它 恨不得你们赶快救我 立刻就把我解开 把我放下来 龙兄你自己 小朋友被倒掉的时候很好玩 小朋友我们邻居大哥哥抓着我们脚这样 然后我们这样晃来晃去 我们还在那里笑 头发都垂在地上像哨把一样 你年纪大一点倒玄看看 有的人倒玄就死掉了 因为那个血管破掉脑冲血了 或者就引发其他的疾病了 倒玄的时候这是很痛苦的 也就是他所受到的这种 身心的痛苦超过我们的想象 是希望立刻我们就来把它解开的 我们这个世界上 找不到一个家庭没有死过人的 或者找不到一个家庭 不会死人的 是不是 你说你们家都不会死人 那你除非你们全家人都是这种超越生死的人 那就有可能 那除此之外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 他在此生的阳寿已尽的时候 他必须就开始他的新的一世 就开启他新的一个生命的旅程 他如果是没有修行 而堕落在下三道 大部分呢 超过一半的以上的众生 都堕落在轨道 在这个幽民界 先进入中阴四十九天 然后就在阴间 轨道过他的这个日子 那或者他有犯这个 五逆十恶的人 他就要到阴间的地狱去 我们有讲过了 天上有什么 天牢 人间有监牢 阴间有阴朝地府 阴朝地府 然后犯罪的受行 在阴间地狱 那地狱呢 我们在佛经都有学到 在很多的论典也学到 在大圆满千行五家行 佛子齐塞的其中都知道 有八寒八热地狱 禁边地狱 还有无间地狱 他说是没修行 或者我们这样 末法恶业众生 我们现在就是末法的众生 很容易生与异造作的恶业 很容易就到地狱去了 甚至有很多的大德善知识 说现在末法恶业众生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都要堕地狱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学佛修行 学佛修行的佛法 善德的观念 持戒的观念 它越来越松散 越来越松弛 而且它是造罪造业 是习以为常 如果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 循规道局的老实人 或者你一个做善事的 你有的时候还被团体中的人 公司 学校都看不起 嘲笑你 觉得你是不是头脑有问题 你是不是想不开 你是不是不懂得享受 你是不是不开窍 也就是一个崇尚 好像有点推崇偏差错误的人 推崇错误的时代 推崇罪恶的时代 这个人他越凶 越喜欢骂脏话 越怎么样的偏激 好像在电视上 在媒体上 在网路上 他就越有人支持他 他的这个人气量就越高 对不对 在崇尚罪恶 崇尚这种负灭状态的时代 来的时候 天灾人祸 他就接踵而至 那这个人 他就自己 遭感了毁灭 我们在佛经 在论典都有看到 有很多的地狱性的人 整个岛上 或整个国家 都是偏差错误 都是造恶的人 都是逆轮的人 那怎么样 他们都会遭感 大的瘟疫 大的地震 大的灾祸解 然后同时之间 丧失性命 就自己遭感毁灭 从古代到现在 要好很多次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就是说 能够珍惜 现在活着的时候 就是应该 好好的来 学佛修行 然后来弘法利他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解缘世杰 解缘世杰 忏悔自己的业障 化解自己的冤解 那能够解缘世杰 才能生出真正的福慧来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